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日本和韓國的護膚品推介 最近我都試過很多日本和韓國的護膚品 所以我想綜合一個影片推介某些我覺得比較值得推介的產品 今天要介紹的第一個產品就是 A2House Lip & Eye Remover 其實它本身是兩層的 剛才我試過而已 本身是透明的,下面是綠綠綠綠的 你要用的時候就搖勻它 然後倒在Cotton Pad上,抹對眼就OK 其實我覺得它好用就好用 再下得快,下得乾淨 而且一點都不醃眼,因為我對眼本身有點敏感 很多時候用其他產品會比較醃眼 這個就一點都沒有 反而我用完之後還覺得很舒服 所以我就很想推介給大家 這個就48.100ml 你在A2House就買到 這個就超級好用 我超級推介 下完眼妝就到面部 通常我會用Bioderma 但我最近發現了一個新大戴 因為我最近在試它 之前在Let's Buy.HK買的 這個就是Banile Code的Clean It Zero 對,是套裝產品 你扭開它,就會看到 一個Balm 其實我試了幾天 不過我越試就越覺得它好用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推介一下 這個你用的時候就把它拿出來 我想試給大家看 這個是L'Oreal Liquid Eyeliner 然後有些唇膏 Cream Blush Made Eyeliner 還有Foundation 其實要用的時候 就這樣 把它拿出來 然後就搓 搓到差不多 搓到差不多 然後去過水就可以了 我現在就拍不到過水這部分給大家看 待會我會拍過過水後的效果 搓到差不多 我現在去過水 過水回來了 先看它放到什麼 Made Eyeliner還有一點點 L'Oreal Liquid Eyeliner 沒有放過 但其他產品都放得很乾淨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呢? 因為它的Eyeliner是放不到 你都要用一些眼部的卸妝產品 但如果你說面部 它放到沒問題 而且我覺得它的乳化能力非常之高 過水後很清爽很滑 但又不會黏黏的 所以我這個都超級推介 之後我用了Bio Dermat 它一點髒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它下妝的能力都非常之高 而且我超喜歡它的感覺 真的很奇怪 洗臉的產品我都有一個特別推介 這個就是之前買下的 更厲害到 售貨員給了我一個相片 我回家試完 第二天就要馬上去買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用 這個就是From Too Cool For School 就是它們的McGirley Comb Clean Cleanser 這個為什麼這麼好用呢? 我覺得尤其是現在夏天就真的好適合 因為洗完臉之後 你不單是覺得乾淨 還覺得很有水分 還有會很白淨 如果你喜歡那些很乾淨的感覺 即是你不喜歡洗完臉 有些滑實在臉上的感覺 這個就絕對對的 尤其是我覺得比較年輕的女生 或者你想美白 你不想找些太貴的產品的話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之好 洗得乾淨 又真的好brighten up 好了 之後我要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Face Mask 你知道我非常喜歡用Face Mask 所以都有特別幾個推介 第一個推介都是我之前買下的 是Too Cool For School 它的Eight Moods Pack 其實我喜歡它就是因為它很便宜 很划算得來 它的概念有多有趣 它是MOOSE狀 之前這個我已經評論過 我放了連結在下面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點 就可以點擊 連結 你看到它這個泡很綿 你就攤開它 這樣去敷 敷5分鐘左右 去過水洗面 我超喜歡它的效果 你看到它就是超面 它的效果是敷了下去 它很舒服 但又會有點緊緻 你過水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臉是緊緻了 而且很brighten up 所以我超級喜歡它 而且我覺得它的泡很過癮 敷5分鐘又不久 其實很方便 我都叫我的朋友買了 他們都很喜歡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些面部緊緻 美白的面膜 我就超級推介這個 再來這個 你們應該聽我說了很多很多很多遍 我想你們應該都聽到我講得很沉 但我還是要講 因為它真的好用 這個是In tinySpray JJU Volcanic Pour Clay Mask 深層清潔面膜 我知道它現在出多了兩勺 好像有比較厲害 但我未買所以未分享到 這個就是原本它第一個Clay Mask 為什麼我這麼愛它呢? 真的沒得受 它是很薄的 它的質感是很薄 你塗上臉的時候不會搓 它是一推就很平均的 可以遮蓋皮膚 不用說我塗完後又補 它又發乾 它乾的時候不會像Clay Mask 把臉皮都移動 反而我覺得它的質感非常好 它的性質比較溫和 它都很乾淨 我有時用完Deep Cleansing Mask 這裡是會紅了的 紅了一陣 又不是敏感的 但都覺得比頭厲害 反而這個就沒有 但過完水之後 例如黑頭粉刺會放在上面 我覺得很乾淨、很白淨 所以我整個個禮拜都一定要用它才可以 說了這麼多韓國產品 找兩個日本產品去塗一塗 不然真的很悶 要說這個 大家如果走開沙沙都一定覺得它很面善 是啊,我由讀書用到現在 不過中間有太多誘惑 所以就沒有再買 這期又覺得看到它 不知道它有沒有以前那麼好 所以買來玩一下 一玩就又愛上了 這盒裡面就有五張Mask 就是這樣 每張Mask有20ml的精華 我非常愛它的原因是 它是深層美白的Mask 但我一點都沒有敏感 我從小時候用到現在都沒有敏感 你看看多厲害 它是敷大概15分鐘 之後拿了一個Mask 第一可以用它索 或者像我一樣 我通常用Mask之後會過一過水 因為我要塗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太多東西在臉上 臉上吸收不到 通常我就會過水 但我有些朋友就不會 有它吸 兩樣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Mask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鐵面 有多精華 但又不會一邊敷一邊滴東西 我很討厭那些會一邊敷一邊滑 一邊滑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效果 就是敷完之後真的白淨了很多 整塊臉沒有黑沉沉 很黃 那些不想要的色素都是沒有的 所以我自己就非常喜歡這個Mask 因為我覺得它也不太勁抽 也是比較溫和的那一邊 但它的效果就非常好 而且也是值得玩 因為在收心買到都不會貴得去哪 好了 這個肌尾精近來都出了新產品 就是 iMask 沒錯 它就是iMask 我丟了一個packing 但我在blog上有張有packing的照片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看 這個呢 是真的無敵便宜 88.30對 我最初看到都嚇到 這麼便宜 最初打算它這麼便宜 未必效果很好 但原來不是 原來是非常好的 它撕開就像濕紙巾一樣 撕開就會有兩邊的 每邊拿一張就可以敷著眼圖的位置 為什麼它這麼好用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可以貼得很緊 有時你有沒有發覺你敷眼膜 你走兩步它就會開始掉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撕得很緊的 我不斷15分鐘走來走去 又低頭看iPad 那塊東西都沒有掉下來 那就是非常好 另外就是我敷完之後 我發覺它是神級 因為我摸上眼套的位置 是Wegle 即是很保濕 很Wegle 但你又不會覺得很滋潤 它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拿走了之後 反而我就由它吸收 吸收完之後就覺得那個位置 真的超級保濕 我用了幾次之後 我發覺眼套的乾紋 有時化妝多 用遮瑕膏多 就會有些乾紋 我用了幾次之後 我發覺那些乾紋開始淺 現在甚至乎沒有了 我用了十次左右 所以我是超級推介的 這個它說每天用都可以 我覺得88.30對每天用 很理解 我這個超級推介的 如果你想用眼膜 你真的要去沙沙看看 非常非常好用 說完日本東西了 又說韓國東西 我之前在Gmarket買了一些面膜 用一下都覺得很好用 想推介一下 第一件當然是 Itskin的魔牛面膜 沒錯 就是它 我之前在Vlog都說過 其實我買的時候 有點猶豫 因為我有陰影 我看到它是Hydro Gel Mask 我就覺得 都不行的 因為我之前用過另外一些 韓國品牌的Hydro Gel Mask 是廢的 所以我就有點陰影 但是我想 這麼多人都上網買這款 應該沒有死吧 那我就買 我也有買 一盒有五張 它大約約200元 它是分開上下缺的 先用上面 然後再貼下面 坐大約15-20分鐘 之後就下一個面膜 就可以了 Hydro Gel 它跟平時我們的Sheet Mask 有點不同 平時我們的Sheet Mask 就是一塊面膜 然後濕滴滴很多精華 Hydro Gel 就不是 Hydro Gel 也是一塊 但它比較是Gel的質感 所以其實它黏在臉上 是非常貼附 也一點都不會滴滴 因為它沒有濕滴滴的感覺 這個面膜為什麼這麼好用呢? 話說我敷完之後 因為我也有些著斑 在這些位置 但不是很明顯 要很近看才看到 我用完之後 我第一次覺得我的斑是淺了色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厲害呢? 所以我這麼推介它就是這樣 還有它另外有一道好就是 它也很保濕 也很修毛孔 因為它很保濕 所以你敷完之後 你會發現毛孔都沒有那麼明顯 又加上它可以美白去斑 所以我覺得真的無敵 其實押近200元也是絕對是划算的 所以如果你想在G-Market買的 或者你加入團購 我超級推介這個 你一定要試 剛剛的Eat Skin Mask 價錢也不算太大眾化 但如果你說 我想找一些超級大眾化的 可以經常敷的 不會肉赤的 我就推介這個 也是在G-Market買到這個面膜 Foodaholic 這個面膜是3D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材料可以選擇 我自己選擇了 蝸牛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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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了這五種 我未用得完 我用了橘子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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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敷下去未必很貼,但不須很不開心,因為其實它都可以 敷完之後,我感覺都很保濕和很美白 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好像XCLEAN,覺得斑會變淺了 或者覺得好像肌尾精,又白又WAT,效果能夠長幾天 它就未必了,因為它是MORE真的平價 我覺得它的效果是兩天左右,但你每天敷,或者想著地獄式連續28天去敷 這個就絕對是一個好選擇,因為它真的不貴,圍起都好像是2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在G-Market,所以如果你跟朋友夾身先,這個都可以是一個選擇 好了,又推薦完一堆平價的韓國和日本護膚品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歡的話,就給我一個讚 另外,如果你未訂閱的話,就快點去訂閱,因為我之後會出很多不同類型的影片 當然,如果你有Request,你也可以發給我,我隨時歡迎你Facebook我 或者在下面留言,下次見,bye bye